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蜗牛奶香小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2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2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接着我们先加入3克酵母粉 再加入30克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30克融化的黄油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75毫升的温牛奶 然后用筷子一直把它们搅拌成像这样的面絮状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像这样给它揉搓5分钟左右 一直揉成像这样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我们把它放回到大碗里面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用手指伸进去不回缩 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像这样折叠几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 先把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做好后给它盖上保鲜膜 先让它松弛10分钟 接着我们取出一个小剂子 先用手把它轻轻的按扁 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接着我们先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然后再用手把它搓成像这样稍微细一些的长条 接着我们把它像这样从一头慢慢的盘起来 把收尾处给它压在下面 这样我们的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都算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有硅油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 醒好后我们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这样成品的颜色会更加好看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18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蜗牛奶香小面包 吃起来外皮金黄焦香 内里松软香甜 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用来当做晚餐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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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支持